在國民黨權代會前夕卻傳出 洪秀柱在2011年曾檢查出罹患癌症 因此有人對他的身體狀況提出質疑 而洪秀柱今日舉行記者會公開回應 除了公布診斷證明書 來強調自己健康狀況沒有問題 並且對於最新民調結果 洪秀柱澤再次做出回應 民調我一再強調參考 我們期盼的是明年1月16日的民調 才是真正的民調衝到最高點 對於黨內權代會提名通關 以及之後的總統大選 洪秀柱顯得相當有信心 並且強調將會堅持到底 我有退選的念頭 我今天就不會坐在這兒 跟大家談這麼多的事情 很簡單的道理 既然參選進了廚房不要怕熱 任何的挑戰我們接受 台灣情報記者張宇軒 林昌宇 台北報導